我舉下手吧 好 請放下 Google的 Google Play安裝 可見得大家還是對這個還挺陌生的 這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搜尋你要的App 搜尋到之後呢 你就會安裝 它就會直接安裝到你手機上面 你只要從瀏覽器上面 不需要在手機上面就可以達到安裝 而且像以我的帳號來說 我安裝的時候它還會很貼心的 跳出好幾個裝置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帳號 我一個人的那個帳號 就登錄了好幾個裝置 因為像我智慧型手機就有三支了 我平板有兩支嘛 所以呢 我都通通登錄過之後 它就知道說我曾經用過哪些裝置 那它會跳出說你要安裝到哪個裝置上面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還蠻貼心的 讓我們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在使用Android手機 當然一定要有個Google帳號 那它會跟著你一個Google帳號走 所以你不管登錄到哪一支手機上面 都可以看到你要的這個內容 甚至它會秀出來 如果那支手機沒有安裝相對應的App 它也會提示給我們去把它下的安裝 到我們手機裡面去 那目前我覺得Google真的做的還蠻好的 是說它提供了很多的那個雲端的 本來它雲端上面有的這些相關的Service 它也會把它設計成為一個一個的App 比如說裡面像最常見的像Gmail 這個Gmail我用的也非常的多 它的好處是說呢 只要有信件進到我的Gmail 它會自動提示有一個聲音跳出來 我就知道我有信件進我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很多的Service 很多的訊息都會直接到Gmail 所以我一天大概可以接到100公里以上的Gmail的信 但是我隨時都會看 而且隨時都會回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還有所謂的其他像翻譯功能 雲端硬碟 像這個雲端硬碟我用的也非常的多 比如說雲端硬碟呢 它現在本來叫做Google Docs Google 文件 那現在轉型成為雲端硬碟 那我現在在上面呢 我除了說本來它給我10GB空間之外 我也跟它買空間 所以我現在雲端上面我有30GB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非常好用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 我要把它傳到 手機裡面有的東西 我要把它在PC上看到的話 很簡單 直接就先怎麼樣呢 傳到雲端硬碟上面 就可以做download的動作了 所以這部分的應用呢 還蠻方便的 那其他還有像我會用到像這個 這個也已經安裝了 這個我的足跡 這個APP也蠻建議各位使用的 之前我要能夠達到那個像那個什麼 軌跡紀錄器的功能 那這邊的話 我要另外再買一個軌跡紀錄器 那現在的話呢 我就直接當入這個我的足跡 它就可以幫助我怎麼樣呢 去記錄下我的這個路徑下來 而且我常常用這個主要就是可以計算說 不一樣的 這一個 一樣的地點 如果我走不一樣路線 到底哪一個路線會是最省時 而且是最短的距離 其實這個我的足跡就還蠻好用的 尤其每天在開車的這個老師或朋友 可以試試看這個我的足跡 這個軟體 那相關的話 另外呢 還有介紹給各位一個 這個就還蠻好用的 有一次偶然的機會 我就到海邊 想說我看到很多滿天的星星 覺得很好奇 這個星星叫什麼名字 那個星星叫什麼名字 突然我想到 好像有一個 Google有一個sky map的一個APP 我就把它download下來之後呢 直接呢 往天上一照 我發現哇 太神奇了 本來以前要買的很 這個很貴的那種天文儀器 突然之間在你手機上就可以看到 它只要你移動的位置 那個方向角呢 它已經偵測出來 經過計算之後 它就會顯示出 那一顆星星的名字 就會秀在它的Google sky map上面 所以我發現哇 實在是太棒的一個APP了 所以如果你對天文有興趣 那將來的話 想要到看夜景 看夜景的時候呢 你想要知道哪一顆星 叫什麼名稱的話 你就可以裝這個sky map 那一天我剛剛拿出來 就旁邊有個朋友說 哇這個把妹很好用 所以如果各位有常帶你朋友去 或者帶不一樣人去看夜景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把它裝起來 試試看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炫 sky map 你一拿出來之後 哇發現那個星星 我本來叫不出名字的星星 通通都可以叫出來 OK 好那我想我們先 中場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來看 後面的那個其他的部分 請 icon 準備好嗎 沒有辦法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謝謝你 我 在見て 吧 不用擔心